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是刚刚开放的布鲁克林桥3号和4号码头 游客除了能够在这里欣赏无边的海景之外 还可以进行很多有意思的清水项目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园和公路之间建起了一个隔音带 能够给游客提供一个更为安静的环境 纽约最受欢迎的新景观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在天新景点 除了已经开放的1号、2号和6号码头 目前又开放了3号和4号码头 这个耗资3000万的公园经过了一年的建设 增添了绿色草坪、植被 还贯穿了14英里长的布鲁克林冰水绿道 可以漫步、骑自行车或是慢跑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还设置了第一个公园声音隔离山丘 沪堤设计的重点是为了减少旁边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的噪声污染 占地85英亩的整个布鲁克林大桥公园耗资3亿6千万 目前在建的还有2号码头和4号码头的沙滩 预计将在明年春天建成 建成之后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将会有篮球场、足球场等更多运动休闲场地 美国中文电视实习记者崔景彤、江科、记者崔翰报道